南方的冬天虽然绿意不减 但冷空气已经为腌制酱货打下了基础 于大姐说酱货的味道是否地道 挑选食材非常关键 那么她要找的食材会是什么呢 这样你要找鸭子找这个大哥 他找麻过去的 那我就跟着去看看 行 好的 大哥 这上来了 这船够行的 绍兴麻鸭是原产于中国的地方鸭种 因羽毛带有麻褐色斑点而得名 身为绍兴人 宋代诗人路由 在赞美家乡的鸡山行中 就有背放万头鸭的描述 可见绍兴当地有着悠久的养鸭历史 那么什么样的麻鸭才适合做酱鸭呢 我看出来了 我在船上了 耽误他发挥了你知道吗 你怎么照顾我 对对对 为了安全起见 赵祥云大哥决定将鸭子 赶进鸭棚 不过鸭棚里的网架非常湿滑 味道调查员在上面站稳都难 更别说是追着鸭子跑嘛 所以能不能抓到麻鸭 还得看赵大哥的手段 这种是不是就适合做酱鸭呢 这个就做酱鸭最好了 那这个大小合适吗 大小都因为我们整批养出来的话 都差不多的了 都要养个两三年了 两三年左右 两三年左右 都差不多的了 所以就选这个是吧 赵大哥说 饲养两三年的雌性麻鸭 被当地人称为老鸭 其肉质紧实 细嫩 不仅是当地人喜欢的民间滋补食材 还是制作酱鸭的首选 食材到手 于大姐又会有哪些制作酱货的秘籍呢 鱼 肉 鸭都有了 对 就很丰富 咱们怎么做呢 我看这旁边这个是 这个是叫化胶盐 用撒很多吗 不用不用 薄薄的就可以了 薄薄的 为什么 我还要去净酱油嘛 就不能太咸了 不能太咸了 我发现就是咱们那个抹盐的时候 就不像以前我做的 就是要搓呀 表面上各种搓各种抹的 因为这个呢 我们是做酱鸭 是酱油 那么为什么我给它 撒一层薄薄的盐呢 第一就是这个鸭子 给它水分了 完全渗透出来 第二呢 就是因为会有花椒 稍微香味给它渗透进去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靠酱油来给它进 它这个味主要是靠酱油来 所以叫酱鸭 于大姐说 当地人做的酱货 重点突出一个酱香味 不能被咸味多了光芒 老鸭虽老 但体型焦小 肉质薄 少量花椒盐 就可帮鸭肉脱水 猪排骨和鸭鱼的肉质 相对较厚 就要用盐 在表面轻轻搓揉 鸭鱼腌制 需要三小时 麻鸭和排骨 则至少要腌十小时 为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安昌古镇的酱货 有和与众不同 于大姐带着味道调查员 来到了一间酱油作坊 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是酱油吗 对 这是酱油 这有点像那种东北大酱 没有 我们这个酱油 跟别的酱油不同 我们是要用压榨 就是用物理的杠杆原理 这个给它压榨出来的 我也想试试 你也想试试 是我能给您学习吗 好 我来试试看 这还是暖暖的 带那个豆渣的一起 是吧 这个可以了吗 可以 好 这样差不多了 真的挺沉的 这一刀有多少斤 有20斤 20斤左右是吧 然后一起放到这个木箱里 这得装满了才压是吗 也是 一袋袋酱油原料 放在木槽里 然后利用杠杆原理 让液体从布袋里 慢慢渗出 榨取酱油 于大姐说 用这种酱油 制作出来的酱货 颜色会更加鲜亮 酱香味也更加浓郁 在重物压榨下 柔滑如油 色泽红亮的酱油 涓涓流出 但要想成为腌制酱货的调料 还需仔细对待 在酱油中加入少量八角 白蔻 香叶 姜片 和白糖 煮沸后冷却 就成了安长古镇人 腌制美味酱货的宝贝 虞大姐 冬天这个手泡在酱缸里 真是挺凉的 是的 这个现在呢 就是温度还好 这几天好像都有五六度 那么到零下一度的时候 这个手进去有点疼 那零下一度它不会结冻 没有 这个它因为酱油有盐分的 它就不会结冰 虞大姐每年都会腌制大批酱鸭 无论是馈赠亲朋 还是招待贵客 这都是能代表 古镇人心意的家乡风味 经过八小时酱油的浸泡 这一缸酱鸭 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红亮红亮的 这是一看就特别种食欲的那种 再加上那种香气 这就感觉它现在已经是熟了 一支支带着酱香 色泽红亮的酱鸭 陆续出缸 虞大姐说 还要给它们再做个漂亮的造型 才能拿去晾晒 脚是 往里 往里 这样窝过去 往里 对 然后让它爬到上面来 对 然后看见这把这个脚掌还得打开 对 对 对 这样子呢 从外面 捏过来 对 盘到里头 对 其实挺简单的 但是它这样就展开了就好看了 就好看了 你看看 是不是 可以吗 这小造型整的 虞大姐说 制作酱货 要在有风 有太阳的天气下进行 二者缺一不可 在烟雨江南 这种天气 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因此 味道咸鲜的酱货 就显得尤为珍贵 搬开 它不是呢 里面有个 骨头 对 对 它这骨头中间是有个孔的 对 直接上撑开就行 对 都不用从肉里面扎过去 就这样好了 你看 就固定得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太阳就可以晒 对 它整面都能接触 对 减阳光 对 在阳光的观照下 酱油里的氨基酸和糖 发生美拉德反应 形成具有焦糖香味的 泪黑色素 从视觉和味觉上 惹人食欲 在经历至少五天日晒 和七天风吹后 酱压的风味 才会逐渐形成 那么安昌人又会用什么方式 烹制酱货呢 切好以后蒸一下 就是相当于分一半 切小块 切小块 就萝卜放在底下 酱也放在上面 蒸一下以后 就是这个很油润的 这个酱压 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吃到吗 那应该是没有 我记得应该是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